美国观察街头抗疫取代花车巡游 加州山火又来火上浇油 通常人们会组织花车巡游庆祝劳工节 但今年受疫情、经济、种族矛盾等负面因素的影响 在很多城市街头抗疫取代了花车巡游 节日感已荡然无存 9月7日劳工节当天 在美国俄勒冈州的俄勒冈城 一场名为2020俄勒冈州劳工节 特朗普支持者大巡游的活动正在举行 在与俄勒冈州相邻的加州和华盛顿州劳工节期间 很多城市一年一度的花车游行被取消 即便是和平的抗疫活动也显得气氛紧张 让瑞贝卡一家险些丧命的山火 是发生在加州北部门多西诺国家森林公园附近的一场复合山火 总过火面积已达到47万英亩 据美国媒体的BOX的统计 在加州高温、干燥的气候因素固然增加了山火发生的概率 但从统计数据上看 加州每年的数千起山火中 84%与人为因素有关 据美国新闻调查媒体的Intercept报道 9月10日 一名特朗普支持者在推特上 特朗普声称发生在俄勒冈州北部的山火 是由无政府主义者蓄意制造的 当地的麦德福德市警方已将7名纵活者抓获 请求联邦出面以恐怖分子的罪名将他们逮捕